这一章节我们要介绍的就是直查询 那事实上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查询 都是算是比较简单的查询 除了关联查询啊 自身关联那些以外 那事实上直查询在很多地方用的蛮广的 那事实上直查询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查询 只是说它查询的结果可能是另外一个查询的来源 那基本上直查询的结果并不会被显示出来 那这边我们先介绍一下直查询它本身的语法 那基本上大概就像通常直查询都是放在所谓的会有条件里面 或是黑名条件里面的出现的查询 那例如说我们这个例子是用所谓的会有条件里面加上直查询 可能是这样子 比如说前面的查询都一样 select, run,会有条件 那当你这个条件可能是 这边的部分是用到另外一个查询 来作为你条件的一些因素 那这个查询我们就称为止查询 我们说这个止查询可能是查询到一些结果或什么 当做这会有条件的条件的一部分 然后再经过这会有条件我们再把主查询给查出来 那这种查询我们称为止查询 那这个不一定是在会有条件 有可能在黑名条件也有 那我们以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那假设我们今天要看一下 就是说Jones 我们要查询跟Jones同部门的员工 然后把他的员工代码 员工名字跟那个部门代码列出来 那这实际上我们一定第一件事情 就想说我们要先知道Jones到底在哪个部门 所以我们通常我们都会先查询到底Jones在哪个部门 所以我们可以以前早期可能我们就利用两种查询方式 第一个查询就是先查询Jones在哪个部门 那把部门代码列出来就像这样子 把部门代码列出来 那这种查询 然后看呢 假设他Jones在部门代码是20的部门 然后我们这边就写会有department等于20 可是这个会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这个只查询的时候 会就是这样我们要做这个查询Jones在哪个部门的时候 搞不好你查询完了 搞不好Jones在部门20 可是搞不好你查询完立刻Jones就被掉到部门30了 那这时候你查询部门20的资料就是错误的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产生 我们通常会采用类似这种只查询 只查询就是说我把只查询 就是要查询Jones在哪个部门的东西 把它当做只查询的一个条件 当做只查询条件的一部分 就是说我们查询Jones在哪个部门 即使它立刻掉 那事实在这查询过程中大概不会那么快 那这时候就先查询到Jones在哪个部门 那当做我的这份会的条件等于 Department number等于20这样子 如果说20的话那就变成20 就变成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比较不会出现那种错误 刚才讲的可能在你刚刚好恰巧 你查询完了 就查询Jones在哪个部门以后 你不要Jones立刻掉部门 那你原来查询结果就不正确了 就有可能这样才能 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它当做只查询 那事实上只查询这边的部分 事实上刚才讲过 它只查询回应的结果 会当做主查询的条件 所以假设我们查询的结果是部门20 事实上上面这个查询 上面这个主查询 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Department等于20 就这个地方 刚才上面的红色部分都会变成20 相当于这样的查询 那这种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只查询的例子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所谓单一记录只查询 那事实上只查询分为很多种 那其中一种就是单一记录只查询 那从字面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什么叫做这种单一记录只查询 事实上就是说 它只查询 假设它回应的资料 只查询得到的资料 是只有一笔记录的话 那我们就称为单一记录只查询 那这时候如果你只查询 是单一记录只查询的话 你把只查询用在Horl条件中 或在Horl条件中的话 那你这时候就可以用 代于等于小于这些符号 来表来跟它做一些比较运算 那例如说我今天想要查询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想查询部门所在地为Horl条件的员工 那把员工的一些资讯都列出来 那这个方式这种查询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做 那只查询就是其中一种 那我们来看一下 部门所在地为Horl条件的员工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要知道就是 到底部门所在地为Horl条件 到底是哪个部门 那假设我们在Horl条件的部门只有一个 不会有很多比 那你这时候你在只查询所做的 像这个只查询所做的这部分 它所得到的结果就只有一笔记录 例如说Horl条件的部门可能是部门20 那你这时候这边的记录就回应一笔20的值 那这时候单一记录回应单一记录 那这时候你就是可以用等它部门等于20 这样是可以的 所以这种叫单一记录只查询 好像说我先把 我就等于说单一记录只查询 也是用只查询 只是说它回应的资料 只查询回应的资料 只有单一记录 只有只有一笔记录这样子 这也是蛮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要查询 Dollars所在的员工 那第一件事我要知道 Dollars所在部门是哪一个 那再查询 这个部门所有的员工的一些资料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相当简单的 今天章节我们要介绍多记录只查询 那这个多记录只查询跟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单一记录只查询 事实上是相对的 那也是一样 在我们多记录只查询 我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也是一种只查询 只是说它查询回复的资料是很多笔记录 不像我们前面讲的单一记录只查询 就是说它回应的资料是一笔记录而已 那这是很多笔记录 那很多笔记录的话 你就不能用前面所讲的大于啦等于啦小于 那些那些条件 那些那个比较符号来做 跟你这个查询结果做比较 那这时候我们就不能用这些东西 那取到的我们必须要介绍多值比较运算值 好就是说我们不再用大于等于小于那些运算值了 我们必须要用别的 那这边介绍的这几种 第一个是说印 比如说我们回应的资料可能是说 在某个可能是一个范围内的资料 那我们可以说 诶到底它的东西在不在里面 可以用印 就是说你用会有条件和黑名条件 这个条件这个东西在不在里面 可以用这样 就是它回应的资料是很多笔嘛 我们就会看不见在不在这几笔里面 所以可以用印或不在就是那印 在不在或属不属于 那或者说我们可以用any的方式来做 就是说把多数值查询把它画成 用any的方式把它转换成单译记录 那单译记录就是说只要比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怎样怎样怎样 比较 等于说跟你所回复的资料 做一个一个比较 那any就是否定的意思 那这个也是一样 那all的意思也是一样 把你回复的资料 跟我原来的东西做比较 那也是一笔一笔资料 如果全部才怎样 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再讲一下 那再来 那exis等于说我回应到资料 如果是有回复到值的话 就表示是exis的存在的 那如果至少有一笔的话 表示是truth 没有回应半笔的话是false unut刚好相反 那这些我们将画在下面以例子来说明 好将下面以例子来说明 那先说明 那首先我们要介绍 第一个就是not in not in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回复的多季度子查询 里面回复的资料可能是不止一笔 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用 sive在里面的方式来表示它 那我们有在里面就是in 看是不是在里面 那不在里面就是not in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要查询说部门10中他的职位 跟部门20中相同职位员工 然后把它列出来 就是部门10里面有跟部门30相同职位员工把它列出来 那第一件事情 我要知道到底部门30有哪些员工 有哪些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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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只查询部分 只查询的部分 我们就先查询一下到底部门30有哪些工作 有哪些职位 就select job from EMP 或者DEPT等于30 利用这样来看 那这个查询到结果 可能我们在部门30的员工的 那个工作可能不止一个啊 可能很多个 那这时候 你就可以利用这种方式 就是说 不要就是不能用等号 因为他回复的资料可能不止一笔 所以这时候如果job等于 用等号的话 如果用等号的话 他会 这边很多比 这边只有一个 那事实上不能做比较 所以不能用等号 这边要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当你不确定 你到底回复的资料 是不是只有一笔的时候 你就用印 绝对不会错 用印 绝对不会错 好就是 你要记得 林应元的印 印 印的印 那印 看印不印的印 他在说什么 那事实上就这样 就是job 印在这里面 看job 是不是在这里面 这个部分就是 部门30的职位 那然后 我就看 部门10里面 好 部门10里面 好 第一个条件 当然等于部门10啊 那第二个条件 他的工作 必须跟我们刚才查询到的 好 部门30的工作 有在里面才行 所以我们就要先做个查 就做一个条件 说 哦只要你的工作 是在我刚才 我们部门30 回复的职位里面 其中一个 那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要做的 那 这边就是注意一下 就是这边不能用等号 因为你不知道 到底部门30 有几种职位 那这次 如果等号的话 如果回复印一笔 当然不会错 可是万一很多笔的话 就会出现错误 所以这边就是 只能用印 那当然 我刚才讲过 就是说 如果你不确定 你回复的资料 到底是只有一笔 还有很多笔的时候 你还是最好是用印 那印一定不会错 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 那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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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 这是多记录指查询 一个比较的运算值 它也就是说 我们把原来 那个指查询 传回的很多笔记录 那 然后 跟那个主查询的 记录一笔一笔比较 比如说 把主查询中的值 一笔一笔 跟指查询传回的记录 一笔一笔比较 那我们以那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以第四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那假设 我们想查询 其他部门的员工 他的薪资 比部门30 其中一个人高 然后把这些符合条件的人 依照他的薪资 依照他的薪资 依照薪资 以下面一排的 就是由大到小排序 那将他的员工到哪 员工名字跟薪资都列出来 那依照这个的时候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什么事 我们首先要知道说 到底部门30 到底他的 他的那个 薪水有哪些 把部门30所有薪资都列出来 然后 就这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 部门30一定不只一个人嘛 所以他可能薪水就很多种 很多种薪水 好 那所以你又不能用大于等于小于 可是说 老师怎么用大于等于小于 因为我刚才讲 你只要用any 加上any 那他就会把这个薪水 我们从主查询得到的 记录的薪水 主查询得到记录的薪水 跟我只查询的一笔一笔 就记录做比较 那只要他符合其中一个条件 我就把它抓出来 直接符合到其中一个条件 我就把它抓出来 等于说他薪水只要比其中一个很高 而被我们30 这个查询的结果高的话 我就把它符合条件抓出来 那抓出来以后 把这些符合条件 你再依照薪资做降密排序 就这样子 那因为他是其他部门 所以我们这边还要加上一个条件 其他部门 不等于部门 部门到哪不等于30 然后依照薪水做降密排序 依照order by SL 依照薪水做降密排序 做降密排序 那事实上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查询 事实上假设 假设我们这个 这个子查询 子查询 就是查询部门30薪水 事实上 他可能 查询的结果可能是一下 这几个就是可能他的结果是 1600 1250 1250 2850 1550 1500 950 那事实上 他刚才上面那个查询 事实上可以相关于 等于下面这个查询 比如说 我这子查询得到的结果 然后 你只要你的薪水 比其中一个大就可以了 比其中一个大就可以了 那事实上 有些人说 老师你哪在说 那比其中一个人大 那一定是 表示说 我只要比最小的大就好啦 我只要我的薪水比最小的大就好 那你能发现这一点 老师 老师那个 称呼你一天天才 天才 天才 果然是这样子 所以说 事实上这个意思是说 实在我们薪水比最小的大就好了 比最小的大 所以我们就只查询 事实上 这个东西 any 加上这个东西 事实上可以换成 换成下面这个样子 那事实上 我们可以换成下面这样子 比如说 我只要 比 部门 30 薪水 部门30 员工的薪水 最小薪水大就好 所以我们先找出 部门30 的最小薪水 到底多少 部门30 到底最小薪水多少 所以select minima CCL 就是部门30的最小薪水 然后只要你的薪水 比 部门30的最小薪水 大 你符合调欠的 然后 然后再把它做排序 好 这个事实上也是一样的 好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Now 那事实上Now 跟any很类似 他也是一样 把我们多接受 组查询的结果 好 然后 然后再加我们组查询的 指一个一个 跟你回复的结果 中的指 做一个一个做比较 那我们还是 以例子来说明一下 以例子来说明一下 然后 假设我们今天要查询 好其他部门 他的薪資 那也还是一样 比部门30 中 所有人都高 那你表示意思说 他的薪水必须 比所有人都高哦 那不能漏掉 然后 然后再有 如果符合条件的话 依照薪資做 加密排序 他并列出他员工的 员工的代码 员工的名字跟薪资 那事实上这个 也跟刚才一样 就是说 我这边只查询部分 我也是先查询一下 部门30的薪资 好 把它找出来 然后 只要你的薪资 好 比所有的 这些你只要加上O的话 你事实上可以用大U等于小U的 跟刚才那any一样 所以等于说 你多记录加上any 或加上O 我就等于单一记录 然后你可以跟这个 前面这个单一记录做 单一词做比较 单一词的栏位做比较 那你这样做比较就可以了 那事实上这个 跟他一样 这是指查询得到结果薪水 就是部门30的薪水 那只要我的薪水 比所有的高 那我就是我要的 那我要的 经过所谓的 降密排序就可以了 那很多人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的话 那我们事实上 也可以把它看成这样 比如说指查询得到结果 也是跟刚才那样的话 那你刚才的查询 就可以看得像这样子 就换成像下面这个样子 好 换成下面这样的 比如说 我刚才指查询的这部分 好 这部分 好 这部分 事实上已经换成像这个了 这个样子了 换成像这个样子 然后 那前面也是一样的 也是哦 比如说刚才指查询的结果 当作 就是回复的资料是像这样的 那你可以用括号起来 这也是一模一样的 那很 有些同学也是一样 也是蛮聪明的 看得出来说 老师既然比所有的薪水都高的话 那也表示说 只要比最大的薪水高就好了 比这个最大薪水高 我只要我的薪水 比最大薪水高就好了啊 好 那老师这边也是一样 既然你能看出这么微妙的东西 老师跟你拍拍手 鼓鼓掌 那事实上也是这样子 好 当你是比所有的东西都 清理数字的话 比所有东西都高的话 那你事实上 我们可以看做 好 就是大于mesma 就可以了 所以刚才那个查询 也可以看就像这样子 好 看就 好 看就像这样子 就是说 我只要查询 查询 部门30 最高薪水到底是多少 然后只要你的薪水 好 只要你的薪水 大于我查询出来的 部门30的最大薪水 大的话 你就是符合条件了 那把所有符合条件的 我再根据薪水做加密排序 那只要然后 并且加上条件说 他只要是部门30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事实上我们看了这么多 我们发现一件事 好像 大于 or 跟大于any 好像都可以转换的minima 或是masma 这种关系 那事实上这是正确的 好 啊你没有人看这些东西的话 哦 我就老师觉得说 你们都是天才 天才 好 当然老师的意思 真正天才不是有些人讲的 天生存财 好 事实上这样子 那事实上刚才讲的就是说 刚才那些事实上就可以转换 例如说刚才讲的 大于 any 那你就可以对应出来 事实上就是大于minima 那大于all 那就是大于masma 我用这种转换方式 用这种大于any就是大于minima 大于all就是大于masma 它是有这样的转换方式的 那这种转换方式 但是哦 不需要背啦 事实上这用理解就可以了 当然 你说老师 这个会不会考 我是不会考你背这个东西啦 我是不会考你背东西 真的太不人道了 太不人道 所以这个 了解就好 了解都好 可是你还是有一点观念啦 但事实上我刚才说过 你们都竟然能看出那么微妙的 大于any 转换成大于minima 大于all 转换成大于masma 那这些其他你没问题 我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那exist 或exist 那事实上 exist 这个东西 事实上就表示说 它当你的止查询 有传回至少一笔资料的时候 那你这个条件就是truth 那将not就是false 反过来就是意思 那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来说明一下 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假设我今天 只查询是这样子 我想查询一下 部门时的薪水 那只要它有回复任何资料的话 我就把 sqrt64 就是开根号啦 这事实上是开根号 这是一个 一个 开根号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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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开根号函数 64的意思就是 开根号 64开根号多少 8嘛 8 比如说 那从doer 像以前讲过 事实上doer 事实上可以 运用在虚拟表格 或是函数里面 都可以用得到 那所以 我只是想证明说 当时有回复资料的时候 那你就会印出 多少 8 8 那如果没有回复资料 好 就不会印出 8 因为 我刚才讲 9 exist 的意思是说 这边只要回复资料 这条件就truth truth的话 你这个东西就会印出去 然后 你的查询条件 就会印出去 那face的话就不会 那事实上就这样 假设我们看一下 部门时 它是有薪水的 所以它回复不止一笔资料嘛 所以 如果传回一笔资料的话 条件就成立嘛 那条件成立的话 你select的这条件 就会被成立 那成立的话 8就被印出去了 好 所以答案就会变8 那下面 我们加上另外一个例子 来看一下 那这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select条件 好 select条件 然后 这也是一样薪水 薪水条件 它部门事实 那我们在EMP里面 并没有任何员工 他是部门事实的 不相信你们 是可以上 看上次的笔记 或上次讲的 那就是说 部门事实 事实上 在我们EMP里面 并没有任何员工 是所谓部门事实 这个部门的 所以他并没有人 是属于他 所以他查询出来 并没有薪水 并没有薪水 所以 这个条件 它并不会回复 任何一笔资料 那不会回复 任何一笔资料的话 那也是写成false false的话 条件不成立 条件不成立 你查询都不成功 查询不成功的话 通常你 条件没有查询成功的话 事实上 系统不回复 没有任何资料 例如被选取 那这个意思 就是说 任何条件 如果条件不成功的话 事实上 你就不会有任何东西被存取 那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试试看 那也是 也是 这个东西的例子 不存在 这是存在的意思 如果你有回复资料的话 就是truth 条件的truth 然后如果没有回复资料的话 条件就是false 或是假 那假的话就是 就是这个就不会回复了 那我关于函数部分 老师跳过去原因 是因为很简单 你们自己看 那事实上函数部分 就是你可以利用 刚才这个方式select 然后函数放在里面 那from do 我用虚拟表格的方式 把它显示出来 把它显示出来 那这个你们就自己看 我老师认为你们都蛮聪明的 所以这方面你们就自己看 老师就不介绍了 多栏位指查询 多栏位指查询 那事实上多栏位指查询 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前面讲的查询 大部分都是查询单一栏位 可能是一笔资料 一笔记录或多笔记录 那事实上指查询 不单单只能查询一个栏位的指 事实上它还能成为多个栏位的指 那传回去 那这时候你传回去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你的会有条件 或所谓heaven条件的栏位数目 必须跟它配合 必须跟它配合 顺序要一样 顺序要一样 那我们还是以例子来说明一下 例子来说明一下 例如说我们要查询说 有哪些员工 他跟Smith有相同的工作 跟所谓的部门 那把它列出来 把它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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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列出它的员工代码 员工名字 跟职位 跟薪资 这些把它列出来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的话 蛮简单的 第一个是 我们要查询一下 有没有既然要查询 跟Smith有相同职位 跟部门 那我第一个要知道 代理你Smith 到底是什么部门 什么职位 那所以这边就是 先查询一下 你Smith Elan等于Smith 然后条件是Elan的Smith 那Smith的职位 跟部门 把查询出来 查询出来 查询出来以后 那我当作我的 主查询的条件 那当然因为前面 这边是Job跟Department 所以这边也要Job跟Department 配合 然后一样 这是两笔就是两笔 这就是两笔资料 相配合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 多栏位子查询 事实上多栏位子查询 跟我们前面的 单一栏位子查询 事实上是一样的 那这次 如果 因为我们这边知道的是 所谓的 Smith只有一个 所以这个记录也只有一个 所以这个是 多栏位单一记录子查询 所以这边就可以用等号 那万一你今天 万一你今天 你回复的资料 虽然是多栏位 可是也是多记录的话 记得 这边就不能用等号了 这边就不能用等号 因为多记录的话 你就不能用等号 你可能要印 用印就可以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 像这个例子就不需要 因为Smith就有一笔 所以要工作跟职位 他的职位跟所谓部门代码 部门代码就只有一个 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相关 指查询 那相关指查询 这个是 这个查询蛮重要的 就是说 在我们很多高阶查询里面 算是蛮重要的一种查询 那也不容易懂 那老师尽量讲慢一点 然后让你们容易懂 那事实上 相关指查询 跟我们一般的指查询 差别是在 他指查询中 我们前面的指查 以前面讲的指查询 都没有跟主查询有关系嘛 那和这里的 指查询中的条件 会有条件 会有黑并条件中 会引用主查询的查询 那这我们称为相关指查询 那不然我们称为 不相关指查询 那事实上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例子 假设这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好了 先我们不要看题目 那事实上 你看一下这边 这边指查询 是这边 这边是指查询嘛 那指查询部分 你看一下 这个EMP 当然知道 就是这个EMP 可是在指查询条件 这里有个DEPT 那DEP是谁 他不是他 这边没有DEPT的啊 所以他就往外找 那往外找 找到就是主查询里面的DEPT 所以你会发现在 指查询里面 的条件里面 有用到主查询的一些东西 这我们叫相关指查询 那基本上 相关指查询的看法 事实上蛮简单的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以例子 来说明一下 假设我们今天要查询说 没有员工的部门 然后我把这些部门列出来 就是说 我想要知道我自己的部门 公司部门 有哪些部门是没有员工的 那今天既然没有员工 可能就是表示他员工都已经离职 或怎样 那干脆就把他彩测算了 那所以我想知道 那些部门的一些资讯 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 我可以这样子 我可以 就是说 这样做 我可以这样子 就是说 在这边只查询部分 我就查询 查询一下 对于每个部门 我们查询一下 他是不是有员工 就是 从EMP里面查询一下 那怎么查询呢 也是一样 我先从主查询里面 找出第一笔记录 然后把第一笔记录的资料 放到我这边 当入条件 就是说 第一笔资料 第一笔资料的DPM 都放到这边 然后看这个部门 这个部门有没有员工 就EMP的DPM 我们第一个记录的DEPT 那看看这个部门有没有员工 如果有回复资料的话 表示有员工 那就不是我们要 所以我们是not exist 就是说 你有回复资料 当然就是这个 这个表示这个部门 怎样 有员工 那有员工的话 就不是我们要的 那如果 你这个第一笔记录 带进去 然后查询一下 这一笔记录 这个部门 有没有员工 那如果没有员工的话 就是 就不会回复资料 不会回复资料的话 也即使是false 那false加上not 是truth 那truth的话 这部门资料 就被印出去 因为这个部门没有员工 那也是这样子 那基本上我们以那个 我们以那个 表格来说明一下 这个 这个方法 那这方法 事实上 蛮简单的 事实上蛮简单的 那我们看一下 假设我们今天 有 有部门 假设部门的资料 就只有这几个 这四笔 这四笔 那这只会 我们刚才讲的 主查询部分 我们要看一下 假设我们把这个 把它放上面好了 好 放上面这里 主查询部分 就这样子 所以说 我先从 我先从 我把这个放下来一点 这样会比较好 好 这样子可能会 对照的看 好 这意思是说 我们先看一下 主查询的部分 主查询的部分 你看一下 主查询的部分 就是 从第一批嘛 所以主查询部分 就是这部分 那我先抓出 第一笔资料出来 第一笔资料出来 好 第一笔资料出来 然后把它放到这边去 那第一笔资料 你看一下 第一笔资料的第一批 那多少 10 那所以这边就是10 部门10 好 部门10 这个就是10 所以你的 只查询就变成什么了 我要查询什么 这边 如果同学很注意的话 你看一下 这次的查询 EMP这个表格里面 只要你部门 好 EMP的第一批都等于10 比较是部门10 的 员工的所有资料 就是 EMP里面 部门10的员工所有资料 那如果 如果部门10 员工有 就是部门 就是 公司里面有 部门10的员工的话 那这一定会把那些人 列出来 这边就有部门10 部门10的员工 那表示他回复 可能还有比其他的 那你只要回复资料的话 这表示什么 第一笔记录 我们主查询第一笔记录 有员工 回来 有员工 那有员工的话 身上有回复资料的话 那 那也即使是false 那false的话 这笔要再列出来 就不要列出来了 就不要列出来 那相 也是一样 再来就是 再来 然后第一笔记录 完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 我们会 对第二笔记录这样 做同样的事情 一样 第二笔记录 我们要看第二笔记录 都列出来 那我看这条件合不合 那怎样合不合 也是一样 看只查询到底 成不成立 那只查询成不成立很简单 它就是我们看这笔记录的 就把20这笔记录 dpt nl等于20 带到这里面去 这里 这边就带20 把第二笔记录的20 带进去 20带进去 所以这只查询 那边是什么 select start from emp 或 enp 的dpm等于20 这意思是说 我们要查询 enp的表格里面 到底 就是所有 部门20 员工的资料 那你只要有记录回来的话 表示什么 这个部门20 这个 一定是有员工的 那有员工是不是我们要的 不是啊 因为我们要没有员工的 所以 有记录回来 那已经成了false false的意思表示 这笔记录要不要被出来 就不要被列出去 所以这笔记录 就不会被列出去 所以前面两笔都不会列出去 那我们再看第三笔 记录 也是一样 那也是一样 我要看第三笔记录 的资料 是不是要被印出去 select dp 会不会被列出去 那我们看一下 到底只查询会不会成立 如果只查询成立的话 条件成立的话 好 就是我们的只查询 全部的只查询 条件成立的话 它才会被列出去嘛 那所以我们看这只查询 到底会不会回复 就会不会有 记录被查询到 那查询这个也很简单 也是把第三笔记录 有30 带到这边去 所以这边就带30 好 就带30 所以只查询就变什么 select staff from emp 会有enp的dpno 等于30 这也就是说 我们在enp表格里面 查询 就是查询 所有在部门30的 员工的资料 所有在部门30的员工资料 那如果有 有 那个enp表格里面 有部门30的员工的话 那这边就会 有记录回复 那有记录回复 neigest 就变成false 那false是不是我们要的 不是啊 就表示说部门30有员工 那有员工就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他这个的 就会有条件就不会成立 会有条件成立的话 不成立的话 那当然 这笔记录就不会被列出去 那再来我们看 第四笔记录也是一样 我们把这个第四笔记录 就看这笔记录 会不会被列列出去 我们就要看 会有条件会不会成立 那会有条件会不会成立 就要看下面这个 会不会 条件是不是 是不是有 是不是 是不是那个 有记录回复 那有记录回复也是一样 我们就怎样 这边DP的DPNN就是多少 40啊 因为就是这个40嘛 带到这边来 所以这边就40 好就40 那是40 那就查询说 EMB表格里面到底有 就是所有部门40 员工的资料 那 那我们查询的结果 那看会不会有记录回复 那如果 如果没有记录回复的话 那意思就是truse 那意思就是truse的话 那这笔就是没有 然后这个部门就是 这笔记录 这个部门就是没有员工的部门 那就是我们要的 就我们发现 我们查询 这只查询 回复的结果 并没有任何员工 因为我们知道 部门事实 并没有任何员工 那所以 并没有记录回复 没有记录回复的话 一记录就是false 那一记录就是truse 那如果truse的话 那truse的话 这笔记录就会被列出去 那我们要列出 部门代码和部门名称 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资料就会被列出去 所以会适时operations 就是这样子 所以 那个相关 指查询 说简单也很简单 就是说 等于说我们在 我们怎么看它也是一样 就是说等于说 我们把 这是要主查询的 第一笔记录的 相关资料 丢到 指查询去 然后 这指查询就变得很简单了 因为你看 假设我们刚才讲的 第一笔记录 我们看第一笔记录是不是在 那很简单 就是把 第一笔记录是符合 那就是看一下 这个指查询是不是成立啊 那指查询是不是成立 要看这个是不是 这个 这边的 指查询里面 这个东西 有关于主查询 就直接带直进去就好了 带直进去以后 你这个指查询就变得很简单 那很简单以后 你会查询到一些结果 那利用这结果 跟我们 跟我们主查询 得到 当作我们主查询的一些条件 那这些条件 会影响到到底这笔记录 会不会被列出去 就是这样子 所以 指查询 相关指查询 事实上说简单也很简单 好 说简单也蛮简单的 接下来我们例子二 我们说明一下 那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说明有关于相关指查询部分 那这边我们介绍一下 假设我们今天想要查询所有员工中 好 他的薪资 大于该部门的平均薪资 这边平均薪资 部门 每个部门的平均薪资 那如果他大于自己部门的平均薪资的话 那我把他的员工代码 员工名字 跟员工的一些代码 的资料 跟薪资 全部列出来 全部列出来 那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说 我们要做一下 类似像这个的话 也是要用到所谓相关指查询 当然 他有别的方法 那这个 这边所谓的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想法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们要先知道说 你薪资要大于自己部门的平均薪资 所以你在 在指查询部门 你当然要 要查询自己 自己部门的平均薪资 所以说 当你的薪资 大于自己部门的平均薪资的话 就把它列出来 那这个可以想象一下 我可以利用刚才我们讲的 指查询的观念 那我就在那边算出 那个部门的平均薪资就好了 那每个部门的平均薪资就好了 那每个部门的平均薪资我可以根据 好 就是我要等于说 我用筛选的方式 再做平均值就好 等于说 我先对于 部门做筛选 好 然后再 例如说 你这个员工是属于部门10的 那我这边就是部门10的平均薪资 就是先筛选部门的部门10 然后在average 就是那部门平均薪资 那只要我的薪资大于 这个我们 该部门平均薪资 我这笔记录就要被列出去 类似像这样的观念 那实际要怎么做咧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要怎么做 看一下 那我们还是一样 用刚才的方式 就是说把它并放在一起 好并放在一起 那来直接这样来看 那假设我们今天 这个是我们的记录 假设下面这个是我们的记录 这是我们第一笔记录 假设这是我们第一笔记录 那第一笔记录 这个人的资料 这个人的7369 Smith 然后这些资料 会不会被显示出去咧 要看它是否符合我们要求 那也是一样 那这笔记录 会不会被有名称 那这边注意一下 我这边有用到别名的观念 例如说我在主查询的地方 用个a 的原因是因为 我这边如果 也是用dpt的话 或emp的话 它还是 如果我这边不用 这别名的话 它这时候 这还是会找这一个 因为它两个都是emp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你是不是便明说 你这个dpt 当然是这个dpt 没问题 就是emp里面dpt 可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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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个dpt 我希望是主查询的 所以我们就这边加上一个别名 那这边就写a.dpt 那它是系统 就知道 原来这个a 这个dpt 并不是这个的dpt 是外面这个的 这样子 那这次我们也是一样 先把第一笔记录 看它是不是符合条件 那很简单 一样 就是把它的 部门 看它是哪个部门 那我先算一下 他这个smit 所在部门的平行性 到底有多少 那所以这边只查询 就是查询说 我们先查询 到底 smit smit 这个人的 部门的平行性 有多少 所以我把20代金这里面 20代金这里面 那这时候你只查询 就变成什么 select average salary from emp where dpt 那事实上这个意思是说 我把所有员工筛选出来 剩下20 就是把20部门的员工 所有筛选出来 然后再算他平均薪水 那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就是部门20的平均薪水 那只要smit的薪水 这是第一笔记录 就是薪水这个 就是800嘛 看这个smit的薪水 是不是大于我们 算出来的平均薪水 算出来的是平均薪水 是不是我们算出来 只查询平均薪水 算出来 所以我们算出来的平均薪水 可能1000 2000 那假设是1000的话 那这边就 没有 没有大于他 所以第一笔记录 就不会被 被接受了 所以第一笔记录就不会被印出来 那再来我们再看第二笔记录 那第二笔记录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那我们看 scot这个人 会不会被列出去 也是很简单 好就是把 先把 只查询看薪水 是不是大于 他自己 所在的平均薪水就好 那所以这边 好这边 也是一样 计算一下 那个scot所在的部门 是哪个部门 然后他的部门 平均薪水多少 所以一样这边也是带着20进去 因为 A的 A的department 等于20嘛 所以这边就算出来是什么 这个只查询是算 也就是算出 那个 部门20的平均薪水 然后只要 Smith 这个薪水是多少 这边薪水就是这一笔的嘛 就是我们现在指标的时候指这一笔记录 是3000 实际上他的薪水 他的3000 有没有大于我们的平均薪水呢 那事实上 如果你是乱乱看 大概是没有啦 如果有的会列出来 可能没有嘛 所以他就是没有 那这笔记录是因为他的薪水小于 这边 各式部门平均薪水 所以他就不会列出来 那一直列出 一直下去 一直下去 那然后 那假设到最后一笔 最后一笔 KIN也是一样 我们要看KIN这笔记录 他的这些资料 会被列出去 这些资料会被列出去 也是一样 把KIN的 的DEPARTMENT带进去 那KIN假设DEPARTMENT是10 是因为这边写10嘛 我们是10 那他部门10的话 这表是算出什么 这部分就是算出 部门10的平均薪水 那只要KIN 他的薪水 带于部门10 也就是他自己所在的 平均薪水的话 那就是 就是KIN这笔记录就是我们要的 就不会列出来 所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那算出来可能 好像 部门10平均的两三千而已 那个是薪水五千 所以 薪水大于五千 所以 这记录是符合的 好像说 平均薪水算出来可能三千多 那我们比较一下 A这个记录是五千嘛 就是 KIN的平均薪水是五千嘛 那就是薪水大于这个三千多 所以 KIN的资料 就被列出去了 就例子像这样 所以蛮简单的 就是 它相反也是蛮简单的 等于说 我们要做的时候 就是把 每一笔记录 然后把它相关的资料 带到这边去 那这时候 你的只查询 就变成很简单的查询 再把回复的结果 跟我 那笔记录的资料 做比较 好这样子 那看符不符合 符合 那笔记录被列出去了 不符合 那记录就符符被列出去了 然后再往下 一直往下就对 那不管列不列出去了 它一定会做完就对了 一定会做完就对了 一定会做完就对了 我感希望说 我想知道说 这个月 到底你们销售的情形如何 把那些 销售奖金最高的 三个人列出来 把它再加薪 然后把 那个 最低的三个人 把它减薪 类似像这样 如果假设 你今天是一个 资料库的操作人员 那你怎么办 你必须要会嘛 你必须要会 而且你不可能用人工的方式 一个一个去看嘛 那这时候 你必须要像关子查询 那今天 你们运气蛮好的 遇到老师 教你这些技巧 那在事实上 这个问题事实上是 老师在教那个 夜间部的时候 他们公司 有个学生来问我 因为他们公司 要他做 那可是他是做不出来 那他要问我 那我帮他想出来 因为他老板说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 他要把它解质掉 解质掉 因为 给你那么多钱 那你竟然这么简单要求 都不能做 那他把它解质掉 所以好选老师 帮他解决了 好帮他解决了 那今天你们 很多人还没就业 那你遇到老师 算你们 好 福气好 当然我不会说好高名 可是 也类似的 类似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今天 我们今天 简单我们来看一下 查询一下 薪资最高的三个人 当然你可以 换成奖金最高的三个人 那因为我们奖金 会牵扯到那些 是不是 有奖金跟没有奖金的 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老师单纯一点 就用薪资好了 然后把薪资 依照薪资 把 依照薪资 排序一下 由小到大 把它排序出来 那我想列出前三名 那前三名想象一下 假设你今天前三名 好了 那比你高的有几个 最多有几个 假设你第三名 好了 比你高最多只有两个 那第二名 比你高最多一个 然后第一名 当然没有人比你高 所以我们呢 这边就是想象一下 我们就查询 算一下 对于每个员工 我计算一下 到底 在只查询部分 我们就想像这样 我就计算一下 对于每个员工 计算一下 薪水比他高的 有几个人 那事实上 你是第三名的话 那你比你高的 最多 最多也等于两个而已啊 就是只有第一名 第二名比你高嘛 所以这时候 就等于说 假设你第三名的话 最多只有两个人 所以我们就是 就是这样看 就是说 我们可以算出 每个人 到底有多少人 薪水比他高 然后 当然比他高的话 最多只能有两个 最多 最多只有两个的意思 就是说 他 他那个算出来的个数 要小于等于2 算出来个数 要小于等于2 所以 等于说 我只查询出来的结果 好 最多 要小于等于2 从这边看过去的 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 这边看过去 小于等于2 所以等于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我对每个员工 我查询到他的薪水 那 查询一下他的薪水 那到底 看算一下 到底有哪些人薪水比较高 对我资料库 你一直给你过去 看 资料库里面薪水 有哪个比我高 那你用这个观念 所以这个观念在我们 只查询就很好用了 为什么 我又看A 假设我在 只查询 主查询看到A 那我要知道A是不是符合了 我就是在 只查询的部分 我就看说 就把A带进去 当做我的薪水 把A的条件带进去 就是把A的薪水放进去 那算一下 count的意思就是 计算一下 符合比数 那 计算什么呢 计算我这个 EMP表格里面 到底有哪些人的薪水 它是大于 我这个A 就是我的 这一笔记录 好 那算一下 如果 这计算出来的数目 是小于等于2 的话 那我当然是前三名 好就是这样 这观点很简单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 假设DC是我们第一笔 第一笔记录 好第一笔记录 那假设是Smith 那 那我们看 Smith会不会被运出去 很简单 好会不会被选择到 很简单 我们就把A的这个薪水 A的Ceary 带到这边去 好就把A的Ceary A的薪水 带到这边来 所以这边就变成多少 就变成800 800带进去嘛 那800 那所以这个 这个紫茶圈的部分 就怎样 就变成计算说 EMP里面 有多少人 他的薪水大于800 那把它计算个数 好计算有几笔符合 看个star的意思就是 看有几笔符合啦 好几笔符合 那几笔符合 有几笔的意思 就表示有几个嘛 那A这800 就是这个 Smith的薪水嘛 那这计算出来 就是大于 Smith薪水有几个人 就算出了 哦 十几个 十几个 所以当然 是不可能小1等2嘛 所以第一笔记录就 Smith就不符合了 就被删掉 然后再来 再来 我们再看 看 这笔第一笔不符合 我们就再看第二笔嘛 那第二笔一样 A这时候就等于Scott 那我们看Scott 会不会印出去也是很简单 先看 好 这个把A的薪水 就3000 带到这边来 A的theary 带到这边来 就是3000 所以这边 只查询的部分 就变成什么 查询一下 EMP里面 到底有哪些人薪水 是大于Scott的薪水 3000的 把它计算个数 所以我们算出来 只有两个 因为刚好Scott是第一 那就是刚好只有一个啦 因为 只有一个 大于 大于嘛 所以只有一个 那只有一个的话 那事实上是小1等于2的 那小1等于2 表示什么 Scott是前三名 因为大于他只有一个 你不相信你可以试看看 不相信我们 我们可以看一下 薪水大于 薪水 薪水大于 3000的有几个人 我们可以用SQL的方式来看 好 一样 select EMP 那会 条件 刚才我们知道薪水 大于多少 因为A是3000嘛 大于3000 看看下几个 那事实上 只有一个 那只有一个意思代表什么 只有一个意思代表什么 表示 这个 只有一个意思 表示说 这边是回复只有1嘛 那1的话当然是2大于等于1啊 当然是小于等于2嘛 你回复结果是1嘛 1当然是小于等于2啊 所以怎样 Scott的这笔记录是符合 那符合 那符合的话是不是就被 他的名字跟薪水 名字 跟薪水 就被选择出来了 那等一下看要不要排序 如果要排序 就排序列出这样子 再往下一次 也是一样 然后最后一笔 到了King 那King的方式也是一样 我把King这个5000 带到这里面去 所以这个查询就变什么 就是 select select card star from EMP 或者薪水大于5000 那事实上也是计算说 EMP里面到底有哪些 有多少人 他的薪水大于那个King的 那我们也是用刚才的方式 show一下 看的方式show一下 也是一样 那这时候老师有曾经教过你们 你们可以直接用改的 或是那个 啊这边没关系很短 就重打好了 好 那这也不是老师不想用那个啦 因为 呃 录影程式有些限制在 所以 老师比较 没有办法 随心应手啦 那你现在打一下折腰 好 薪水大于5000 好 5000 那这样子 那事实上 没有半个 因为 那个King是最 薪水最高的 所以是零 所以在我们 这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好在这边的时候 好在这边 我们会发现说King King的 King这笔记录 他回复是零 所以 直叉圈回复是零 所以零是不是小一点 是啊 所以 表示这个条件符合 符合的话 表示这笔记录就会被印出去 所以 把我们刚才印出 那个符合记录的全部弄起来 看看有没有排序 啊因为 他是从薪水排序嘛 那薪水排序的话 是由小到大 所以由小到大排序 小到大排序 那排序出来的话 就是像这样 Scott 福特 King这样子 好像这样子 我们谈谈蛮多指查询的用法 那实际上指查询的用法 除了以上的当作 惠合条件或Having条件的来源 资料以外 那事实上 还有其他用法 例如说 可以用在所谓的那个 更新资料上面 update上面 好 例如说你的新的资料值 也可以用查询的方式得到 就等于说 当作只查询 等于说你只查询得到的结果 当作我更新的值 或者说 我在 跟前面一样 在惠合条件作为 好比较的值都可以 等于说 我在update 我们前面写过update update表格 那设定某些栏位 我可能要给它新的值 所以说你新的值 可以直接用 所谓的 查询的方式 直查询的方式得到 像这个例子 就是用直查询的方式得到 等于说 这个是个直查询 那你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说 你这直查询的栏位数目 要跟你更新的栏位数目 要相同 那第二个 也有可能用在所谓的 惠合条件上面 我们前面讲的 说 你惠合条件上面 的 就比较的部分 可以用直查询 所以 除了我们前面的查询部分以外 事实上 更新资料 更新资料部分的更新值 跟你的条件部分 都可以用直查询得到 那这是我们直查询的 其他用途之一 就是 除了 我们前面讲的查询以外 那事实上 还可以做在update上面 那等一下 我们会用例子来做说明 好 好 接下去我们要介绍一下删除 好 例如说 相关直查询 不是相关直查询 不是相关直查询 只查询在所谓的delete中的用法 那事实上这用法跟在一般的用法事实上一样 只是说它是delete 那事实上你看delete跟我们前面讲的select 事实上差不多 只是select 它本身查询到 就查询到 然后delete是说 你先做delete的动作的时候 事实上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做 先查询 找到它 然后再把它删除 找到它 把它delete掉 所以这个前面 前面事实上跟查询 事实上是一样 那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查询的方式来看 那最后再加上delete的动作就可以了 再加上delete的动作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还是一样 直查询部分 然后用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运算值的方式 跟我们的 会有条件做 然后 然后你条件符合的话 我就把那个资料删除掉 那今天我们以例子来说明好了 以例子来说明 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删除奖金 是占薪水一半以上的员工 那这怎么办呢 那事实上 这个蛮 蛮容易的 第一个我们当然知道说 哪些人他的薪水是 就是占奖金的一半 也就是说你奖金大于有二分之一的薪水 我把它找出来 然后再把符合条件的删除 所以很简单 就是说 我在直查询的部分 我先找出 到底哪些人 他的奖金是大于 奖金是大于二分之一薪水的 那我们这些条件就是奖金 大于二分之一薪水 二分之一薪水 就是0.5乘上薪水 然后把这些员工全部 把他员工代码全部抓出来 那代码抓出来 有可能一笔 有可能很多笔 那我们再去做delete的动作 只要你的 你的员工代码 是在这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是一笔 还是两笔 所以就不能用等号 所以你只要是 你员工代码只要是 我们刚才 是我们刚才查询到的员工代码 那这个员工代码是什么 奖金大于薪水的一半 那找出 就是只要你的 你的员工代码 是在这里面的 我就把它删除掉 所以很简单 所以说在只查询的部分 我们去找出哪些人 他的奖金是占薪水的一半 就大于二分之薪水 然后再把它符合在这边的条件 把它删除掉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也蛮简单的 好 好 那个只查询除了 用在前面的update delete以外 那事实上也可以用在insert 那这边insert 是跟我们以前的insert 差不多 只是说这边insert 是我们前面教过的insert into 然后表格 然后用select方式得到资料 这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的话 因为它后面有用到select 所以只要用到select 就一定可以用到只查询 所以等于说 在后面select的部分 我用到只查询 当做你select的 会合条件的一部分 那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讲的 只查询的结果 我要当做我insert into的 的来源 这叫来源 那我们以第五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例子五来说明一下 例子五来说明一下 假设我想从公司员工里面 把那些员工 只要他的奖金是大于 我们公司员工 那个smiss薪资的一半 的员工 所有的员工都把它加到 到bonus里面 就是说 只要你的 你这个员工的奖金是大于 我smiss薪资的一半 那你就符合条件 那他符合条件 我就把你加到bonus里面去 那我就可以用这样子 insert into bonus 然后下面事实上就是一个查询 那查询什么呢 我先看一下 到底 到底 smith的薪资有多少 所以 在只查询的部分 我就先看一下 smiss的薪资有多少 那查询smiss的薪资很简单啊 就是select薪资 然后fromEMP 只要你的名字是smith 那你查询出来就是 哦 smith的薪资 然后薪资的一半就是二分之一 所以 我只要把 从EMP里面再做一次查询 那查询什么呢 只要你的奖金 是大于我刚才查询出来 smiss的薪资的一半 那你就符合 符合条件了 那符合条件 我就把你的 名字啊 job啦 职位啦 薪资跟 跟你的那个奖金 全部插到bonus里面 那因为bonus 刚好是四个栏位 所以我就可以不用夹了 好这样子 而且我发现就有两笔 有两笔 好这个就是利用insert into 的方式 那因为它是用查询 产生资料的 所以 查询产生资料 就跟一般的查询一样 可以使用只查询 好这相当的简单 我们前面介绍蛮多 有关于 那个 直查询的方式 那事实上 我们这个 现在要介绍的是说 事实上 create table 也可以用所谓的 直查询 那事实上 create table 有好几种方式 一种是 一个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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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我们create table 那是用copy的 等于说它的 这个建立表格的 资料来源 是来自另外一个表格 那既然 来自另外一个表格 我们就用查询 得到它表格的资料 那既然是用查询的话 你就可以用 所谓的直查询 就这样 这么简单 所以在你查询的部分 create table 然后在select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只是说在这边 就像直查询而已 那我们以例子 来说明一下 假设我EMP表格里面 我们想 想把那些 只要你薪 薪资 薪资啊 不是薪资 有时候讲太多 会那个有点 有点那个 说要原谅老师 那事实上 在EMP表格里面 符合 薪资大于scot 薪资的人 我全部把它 复制到一个 New EMP里面 比如说 我今天要产生一个 新的EMP表格 那这表格 这要怎么来的 是从 New EMP资料里面 来 那并不是所有的 EMP资料我都要 只要你的薪资 大于scot 薪资的员工资料 我才要 那这个也是蛮简单 等于说 我在我 等于是我用create table 的方式得到 create table 是什么东西 然后查询 当然是那些 就是New EMP什么什么 一大堆的 然后这边 这边的条件是什么 薪水要大于 所谓scot的薪水 所以 在此查询的部分 在 在你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里面的slag 里面的 指查询里面 在指查询里面 必须要怎样 必须要找出 到底scot 他的薪水多少 到底scot的薪水多少 那只要你的薪水 大于scot的薪水 所以我们指查询 先找出 scot的薪水多少 然后只要你薪水 大于scot的薪水 我就是我要的 那我要之下 就把它加入 所谓New EMP里面 等于产生个表格 New EMP 然后再把资料放进去 好 这个蛮简单的 所以那这边 为什么可以用大于呢 因为我们知道 scot的薪水 就只有一个单一字 所以这个用大于 好 好 接下来我们用例子 来说明一下 用update的例子 来说明 update里面 使用值查询的方 地方 那假设我们今天 有个问题 就是说 假设我们这公司 想要把 那个 就是 部门10 跟部门20的员工 全部搬迁到 Boston这个部门去 好 全部都把 等于说不管你部门10 跟部门20的员工 他到底所在地在哪里 全部都搬到 波士顿去 搬到波士顿去 然后 因为这是搬迁 所以通常我们会 给员工薪水 加薪 那这种员工薪水 加薪的方式 就是说 看你这员工 当时 当时属于哪一个部门 那就 等于是 在他所所在的部门 的平均薪水的 1.2倍 那再来 我们要更改奖金 你奖金就是原来 所在的部门 的奖金的1.1倍 那这个大概我们会用到 有这个来看的话 所在部门 那是我们一定会用到 所谓相关职查询 相关职查询部分 那 这边先 如果先不要看 相关职查询部分 你会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这部门 好 部门的资料 好 部门就是新的部门资料 我们要更改 更改员工 那更改员工 那更改员工的资料 怎样呢 他的部门资料 我们看这部分 这部分就更改部门资料 好 部门资料 我们是用指查询的方式 得到的 好 我们用指查询的方式 得到 那除此之外 然后当然这是一个栏位 就是我们更改 我们要更改哪几个地方 事实上这个题目 我们是更改 部门的代码 是一个 还有什么 奖薪水 也是要更改的 还有奖金也要更改 所以部门就更改成 好 就是 波斯顿所在的部门 那 所在的部门 我们可以用查询方式得到 所以 我们查询 select dpdlo from dpd 或location 等于波斯顿 然后看它是多少 把它 更新过去 那再来 对于薪水部分 对薪水跟你的奖金部分 我要变成原来的薪水 的1.2倍 好 该部门的薪水的1.2倍 该部门的薪水的平均1.1倍 那这也是一样 假设我们要更新 先 这也是一笔一笔记录做嘛 我们要更新A这笔记录 然后 我们就先算出 A的平均薪水 就是我们刚才讲嘛 好 就是看它A的部门在哪里 所以部门 等于 A的部门的平均薪水 就先算一下 部门的平均薪水 那这个B不一定要有啦 这个B可以有可无 所以这边B可以不要有B啦 这B可以有可无 等于说 我们计算 假设A这个比 第一笔记录是A 假设第一笔记录是A 第一笔记录是A 假设我们第一笔记录是 部门20 假设这边 部门20 那A就是20 2 就是带进去 那我们要更改这个 就是Smith这个的薪水 跟所谓奖金嘛 那怎么办呢 也是一样 它的薪水 好 薪水被 被改成什么呢 改成 就是这个 事实上这个就是算出 部门20的平均薪水的1.2倍嘛 好 平均薪水 就是 好像条件这点20的话 这是查询出来的条件是 所有记录就是 部门20的 员工的记录 然后算出它的平均薪水 跟平均奖金 然后把平均薪水 乘上1.2倍 放到薪水里面去 把 奖金乘 平均奖金乘上1.2倍 放到 你的奖金里面去 所以 这时候 你Smith的 那个 那个什么 奖薪水就变成 你这个 部门20的平均薪水的1.2倍 那奖金也是一样 好 类似像这样 然后 这笔完了以后 再 再找下一笔 例如说 Scott这一笔也是一样 要计算一下 那这时候 这边 这边的 这边的 部门也就是 看这个Scott在哪 刚好又是10 所以这也是算 那个 部门20的平均薪水跟平均奖金 乘上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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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一样的 好 这一样的 那有些同学问说 老师阿姨 你这边不是把它 部门改成 波斯顿所在的部门 这时候 这个20会不会被改变 我跟你讲是不会的 因为 这点查询还没完成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笔记录 这个值是不会被更改的 所以他还是用原来的 部门20做 好 部门20 所在的部门 例如说 生命值是在部门20 所以这个是部门20 那这边算出来 就是部门20的平均薪水 乘上1.2倍 部门20的平均奖金乘上1.1倍 这样带进去 带进去里面 所以这一题也是一样 只是说这一题 会有点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他有加入相关 指查询 那相关指查询 我们前面有讲过 所以对同学应该不是 什么问题才对 接下来我们用例子介绍另外一个delete的例子 那这一个例子是有用到相关指查询 那事实上用到相关指查询 通常比较复杂一点点 那事实上用老师的方式 事实上也不会很难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怎么做 假设我们先今天 Test这个表格里面 假设有两个栏位 Column1 Column2 那假设他这个是因为 我们这个资料可能是用 汇入的方式 可能用资料 可能是一个资料倉鼠 他用汇入的方式 那汇入方式的话 你资料就有可能会重复 可是重复性的资料可能蛮多的 假设重复性的资料 就是说 你资料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等于说 这个两个栏位里面的资料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你怎么把重复性的资料 把它删除掉 那剩下没重复性的资料 那这删除的方式 蛮简单的 可是这个事实上是 也是有人问我的 就是说 他在做的时候 例如说 他们的公司的资料库 是好几个地方汇进来的 那好几个地方汇进来 结果他发现 有部分的资料 是重复的资料 那这时候 他想说如何把它删除掉 你总不能用人工的方式 那这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某些方式来做 那记不记得老师曾经讲过说 每一笔记录 他有个唯一的real id 所以这个观点就是说 我利用他唯一的real id 来删除资料 唯一的real id来删除资料 假设这笔资料 这笔资料是只有一笔的话 他没有重复的话 他如果我们找出相同 等于说 我到资料库里面找出相同 跟我相同资料 跟我这笔记录相同的 跟我这笔记录相同记录的资料 把它抓出来 然后找出看他的real id 是不是跟我相同 找到最大的real id 是不是跟我相同 如果是相同的话 那就 表示这一格记录并没有重复 那反之就是有重复的 那我们直接以例子来说明 假设我们今天 test的资料是像这个 里面这一项资料 然后我们顺便把real id 这个加进去 那事实上real id 我们事实上 实际的资料值 只有后面这部分而已 后面这部分 才是实际的资料值 实际的资料值 只有后面这部分 那事实上前面是 事实上是real id 那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要先看一下 你看像这一笔 这一笔 跟这一笔 这三笔 事实上是相同的 可是real id 是不同的 这一笔 还有这一笔 这一笔 因为我刚才 我前面有讲过 每笔记录它有 唯一的real id 那如果今天 我是用max码去做的话 事实上如果这三笔相同 max码最大的 当然是这一笔 最大的当然是这一笔 这笔最大 好 那然后如果有的话 如果我是等于说 我先这样做 那做法是这样很简单 就是说 我先 我先抓第一笔出来 我抓第一笔出来 然后 把它的real id抓出来 把real id抓出来 把real id抓出来 所以 等于说 等于说 当作我只查询的 查询条件值 这部分 只查询的 查询条件值 好 等于说第一笔记录 好 像这个 把它抓出来 然后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real id 好 那一样 当然要条件 然后看这个b 好b就是 我们在这资料库里面 至少 只要跟我这个 一模一样 都抓出来 那事实上 这个只查询等于 所以这边就等于是 b的column1等于 多少 这个就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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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1 然后column2呢 也是刚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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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要你的column1等1 column2等1 全部被筛选出来 然后 这时候我们选择must 全部筛选出来 那你会筛选到几笔 第一笔 这笔也是跟1 1的 第四三笔 被筛选出来 然后从筛选出来的 这三笔里面 我找出 这个 RORID最大的 结果你发现 RORID最大的是谁 就是这一笔 这一笔 这一笔 这笔的RORID 就这个 把它最大的RORID抓出来 好 RORID抓出来 所以 这个只查询做完的时候 它得到的是这一笔RORID 就是maxima RORID 抓出来 然后再把我maxima RORID 跟我刚才第一笔的RORID 怎样 比较 比较 做比较 那比较什么呢 所以 如果不等于的话 就删除 那你会发现 等不等于 看这个条件成不成立啊 那我们是要不等于嘛 第一个RORID 是这个嘛 原来A的RORID 是这一个 然后 这里面说出来的RORID 是哪一个 maxima RORID 是这一个嘛 所以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是什么 你是有重复的 比如说 你这一笔跟你相同记录的 有一笔以上 那这次杀谁 你不可能杀他 因为你不知道他在哪里 只好杀自己 就把自己给杀掉了 这是第一个 就杀掉了 那一样再做第二次 你是有第二笔这边 所以A是在这边 A是在这边 好 这是A 然后是一样 A的RORID 当然就是这一个 A的RORID 就是这一个 哇 太难看 好 RORID在这边 然后 A的RORID A的RORID 在这边 把它抓出来 好 这A A的RORID 把它抓出来 然后一样 把A的Column1 Column2的值 带进去 Column1 Column2的值 带进去这边 那在A的RORID 里面 这个事实上也是一样 就是说 你要查询Test里面 Test 这个就是Test里面 有跟这个 一样的 就是Column1等 Column2的这个 全部抓出来 全部抓出来 先把它全部抓出来 结果你发现 11112 等下几个 只有这一个 这两笔而已 这两笔里面 我选出最大的一笔 RORID 那最大的一笔 RORID在哪里 这两笔哪个大 当然这个大嘛 所以这个 就被抓出来了 这边 这边 只查询回复的资料值 就是这一个 是AA G 然后我们再怎样 看这个 看这个 这只查询回复的资料 就是变成这一个了嘛 那我们看 这个A的RORID 是不是等于这个RORID A是这个嘛 那只查询得到结果这个 看这两个有没有相同 结果你发现有没有相同 不相同 表示什么 表示它是有重复的 那有重复的话 就把A被敌立了掉 因为不等于嘛 符合 所以它就是符合嘛 不等于嘛 所以不等于 表示条件成立 条件成立就杀掉 条件成立就把杀掉 所以刚才这笔也被杀掉 这笔也被杀掉了 这样第二笔 然后再把A往下移 变第三笔 第三笔 第三笔也是一样 等于说A就是这一个 这个就是A的 这就是A的 然后再一样 把A的Column1,Column2 放到你的指查询里面 当做你的条件 那就等于说 你只要进Test里面去找 找什么呢 找到 看有没有它的Column1.111.13 然后Column2.111的 把它抓出来 就一找 就是只有这一笔 然后找出Mess码 Mess码就多少 当然也是这一笔 结果你发现 只查询得到的结果是这一笔 那只查询得到的 Mess码弱ID就是这一个 然后A的弱ID也是这一个 有没有相同 相同 那相同 那相同表示说 它不等于才会 条件成立嘛 那相同条件都不成立 不成立 会不会杀 就不杀了 这笔就不会被杀 就留下来 所以刚才这前面两笔被杀掉了嘛 那这笔留下来 那E下面也是一样 这一笔 看有没有 也是一样 结果你发现 因为它 它并没有重复嘛 所以算出来 Mess码弱ID 还是跟自己一样啊 所以 下一笔就是这一个 Mess码弱ID 还是跟自己一样 所以它还是一样 好 那E是下去 再来的也是一样 再把A是这一笔 那把它带进去这里面 那结果你发现 Mess码弱ID还是跟自己一样 那是一样呢 它要不同才会杀掉吧 自己一样就是表示相同 相同就不杀 那再这一笔 那看有没有相同 结果 就你看 因为这两笔已经杀掉了啦 这两笔已经杀掉了 就它一样去看 看有没有Mess码弱ID 结果你发现 A等于这一笔 小车A等于这一笔 A等于这一笔 那也是一样 带进去里面 然后把这个Column1 Column2的值 带到这里面来 A里面来 那结果你算出来 Mess码弱ID是有几个 这一个以外 还有一个这里 还有一个这个 还有一个这个 所以等于说 就是有两笔 那两笔的话 Mess码弱ID就下面这一笔 那这笔 有没有跟A的一样呢 结果它不是不相同 啊不相同杀谁 就杀它 所以这笔又被杀掉了 那再来看这一笔 那这笔也是一样 A这时候就不在这边 就往下了 往下移了 往下移 移到这边来 那A的录ID 就是录ID就是这一个 然后把它的值 带到这里面去 带到这里面去 然后去看 这照这里面去找 有跟它一样 有拿几个 就只有这一笔而已 因为前面被杀掉了嘛 像这一笔 那这一笔的话 所以Mess码弱ID 还是一样这一个 那这个跟A有没有一样 事实上是一样的 那一样 要不要被杀 就不要被杀了 那A再往下这一笔 那这一笔事实上 就把这个 这个Column1 Column2 带到这里面去一样 那算它Mess码 那因为前面都被杀掉 相同都被杀掉了 所以它并没有相同的 被杀的就保得下来 所以最后 就变成这样 这笔被杀 这笔被杀掉 然后这就保得下来 这笔杀掉了 这笔杀掉了 所以像Scan完了以后 事实上相同值以上的 都被杀掉 就有三笔被杀掉 好这就是我们 用Delete方式 用所谓的相关值查询 那用Delete这样子 好这个蛮实用的 这个蛮实用的 这个蛮实用的 有什么的 给你 什么蛮实用的 ROD 亦竟数毕端 2 4